这座偏僻小镇的人口不多不少,刚好是436 今天有人驱车逃亡,警察紧紧坠赶 在这同时镇上正有妇女难产 逃亡者开出小镇不久就车祸身亡 而几乎在同一秒,难产的婴儿也成功分娩出来 小镇人口又正好是436 好像这里的生死有种特殊的规律一样 大家好,我是波马 今天要讲的是绝命人口436 史蒂夫是人口不差局的公园 最新任务就是调查这座小镇的人口 但一路上怪事频频 先是车子莫名坏了 后来又是他向路边人打招呼 却没有人打理 这些路人也包括女主角小花 他冷冷劝史蒂夫最好是步行反程 说完就独自回镇了 还好小镇有个警察小哥 他的心肠很不错 看完史蒂夫有难就把他接近镇里 还介绍了几位主要人物 这位是镇长掌管镇上的一切 最近很多镇民患上热病 他常常亲自探望 这位则是刚刚见过的小花 其实警察小哥一直在追他 觉得马上就要这道手了 小镇为了欢迎史蒂夫的到来 要举行一场盛大庆典 能当上庆典主持人是最高的荣幸 而这个人选完全是抽签决定的 今晚镇长组织抽签 中签的是一位奶奶 大家都替她开心 还反复送念小镇的口号 团结与稳定 我们是神圣的子民 真心平衡与安宁 宗教气味如此浓厚的仪式 让人很难不注意 接下的几天里面 镇民们忙碌着准备庆典 史蒂夫则挨家走访 发现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比如他路过小镇学校 发现孩子们都反复送念宗教句子 墙上还画着种种可怕的图案 而且他初次来到小镇医生家时呢 也发现这里的病人双眼空洞如同墨 后来医生有时出去 他竟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女孩的求救声 他想上楼去看 又被医生手下给拦住了 他们说女孩也得了热病 不能接触 然而史蒂夫离开时呢 发现女孩眼巴巴的看着自己 似乎是想着自己搭救 医生这样拘禁女孩真的合法吗 史蒂夫找到小镇警长质问 不料警长大淫不惭 竟然说小镇并不遵从外面的法律 他们为自己好制定了独特的规矩 这些话让史蒂夫更加气门 警察小哥为给他姐们 带他到野外学枪喝酒 两个人各自敞感心扉 小哥尤其欣赏史蒂夫 宣布他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新的一天开始 史蒂夫对小镇的疑惑进一步加深 他调查发现 小镇从1860年以来 直到100多年后的现在 每年总人口不多不少 都正好是436 而436是三个代码 分别对应圣经里面的三句话 团结与稳定 我们是神圣的子民 珍惜平衡与安宁 这也正是镇民们最常念诵的口号 后来史蒂夫又遇到了一位 目光呆滞神志不清的镇民 大家都说他以前挺正常的 但得了热病之后就这样了 热病是镇上最常见的病了 每个得热病的人都要被医生治疗 而他们被治好之后 就会变得安于现状 神志不清又目光呆滞 史蒂夫想到 女孩正因为热病被医生治疗呢 也许他知道什么呢 于是他先溜进医生家 又偷钥匙打开了关女孩的迷失 其实女孩就是偏投逃亡者的女儿 她的父亲害怕小镇想要逃跑 但刚出镇就车祸身亡了 她受父亲影响也想要逃离 镇上的人呢 于是强行宣称她 得了热病要进行所谓的治疗 而这种治疗其实更接近于洗脑 一旦完成 整个人就会变成只会开心的废人 史蒂夫本来想带女孩逃跑 但是刚一出门就被医生等人拦住了 她斥责医生这样是搞虐待 医生却说自己是在保护女孩 因为女孩想要逃离小镇 而有种未知力量会惩罚离开的人 史蒂夫觉得不可理喻 于是又跟小花聊起这件事情 庆幸的是呢 小花也不喜欢小镇 她只是假装喜欢这里 一直准备司机逃跑 两个人情投一合又干柴烈火 说着说着便原地为爱鼓起了掌 然而呢 此时警察小哥经过了漫长的心理斗争 刚好鼓起勇气想跟小花求婚 好巧不巧正好撞到了这一幕 她没有说话 但情绪却已经崩溃了 第二天就是举行清典的日子了 镇长领大家送念圣词 并欢迎史蒂夫的加入 欢迎刚落 一道白色大幕落下 赫然露出一座侥幸架 被勒脖子的正是之前筹签决定的主持人奶奶 她笑盈盈地表示荣幸 随后心人复死 镇民们也由衷替她开心 先是鼓掌欢呼 有欢笑聚餐 难道大家都疯了吗 史蒂夫激动大喊斥责在场的每一个人 而大家知道 他这个反应一定是得了热病 于是把他抓起来治疗 史蒂夫控诉他们谋杀了主持人奶奶 但大家不以为然 因为他是带着荣幸 自愿牺牲的 接着镇长还追溯起了 这一欢迎庆典的来源 在1860年的时候 小镇居民刚好是436人 当时这里是幸福而繁荣的 后来又来了一个坏人 把小镇弄得苦不开言 直到后来神杀了那个坏人 小镇才恢复宁静 他们认为神钟爱436这个人口数 维持这一数目就会得到好处 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所以这么多年来 只要多了个新居民 就要用抽签的方式淘汰一位旧居民 而被淘汰的居民受习俗影响 反而觉得这是荣幸 接下来居民们先是给史蒂夫做电疗 又给他伪造了一封信 寄给了人口局的同事 信里面说 自己已经在小镇成家乐业 这份工作也已经辞了 但刚才的电疗并没能制服史蒂夫 他仍然想逃跑 并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卷毛哥 卷毛哥也不是原生镇民 他当初也是暂住在这里 结果被强行留下的 他知道反抗是没有希望的 只能假装跟镇民们一样喜欢小镇才行 史蒂夫照他说的 假装自己安全乐业 不再逃跑 镇民们果然心意为真 放下了他 事后呢 史蒂夫还是偷偷想逃 但是卷毛哥劝他可别了 因为镇民们虽然疯狂 但有一点说的对 任何想要出镇的人 确实都会死于意外 史蒂夫不信邪 还是开始了逃亡计划 他表面假装想在小镇住下去 实际呢 却把汽油浇在仓库里面准备放火 警察小哥刚好目睹一切 他还没有忘记昨天的事呢 说自己明明把史蒂夫当好兄弟 没想到他竟然横刀毒案 他越说越激动 先想杀史蒂夫 又想自杀 最后无助崩溃了 史蒂夫心有千言万语 却只说一句sorry 就把小哥打晕了 接下来他点着大火 镇民们都被引来救火 他则趁虚赶到医生家 想把女孩救出来 医生家里面有一个密室 里面有脑白质切除树的示意图 还有种种洗脑装置 地牢里面还关着被洗脑的一家人 他们已经把监牢当成家 非但不想跑 还邀请史蒂夫进去做客 估计他们就是被医生用那些仪器洗脑的 而镇上那些神色呆滞的人 多半一事 所以我们现在梳理一下 小镇里一共有三种人 首先是镇长医生 这样治理正常但迷信教条的人 其次是被洗脑之后 甚至是常如同傀儡的人 最后则是卷毛哥这种 反抗不过只能揣着明白假装安全的人 在社会正题 这户洗脑家庭的隔壁就关着女孩 还好她没有被洗脑 史蒂夫就带着她逃过追捕 他们俩本来是想带小花一起跑的 但小花已经目光空洞 玩入玩偶 看来她也已经被洗脑了 史蒂夫只好忍痛放弃 不巧他们没走多远 便被一前一后两辆警车夹击 前面是警察小哥 后面则是他的一个普通同事 小哥举起武器 却迟迟不认开枪 同事急了想自己开枪 不料一声枪响 小哥竟然枪杀了同事 看来他是真的把史蒂夫当好兄弟看待 就算被伤害千百遍 也愿意帮他赢得自由 终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史蒂夫了 他惊魂未定却有兴奋异常 把车开得飞快 可天空明明原本晴朗 却忽然乌云密布 车里的装饰物也纷纷坠落 史蒂夫正奇怪是怎么回事呢 抬头才发现迎面一辆大货车撞来 他和女孩都当场丧命 之前我们都和史蒂夫一样 因为小镇的人疯了 被迷信的教条蛊惑着 但从这一段看来 小镇的传说应该是真的 至少任何逃亡的人 确实会死于意外 电影结尾时 又有新人想进小镇 他的车也坏了 这人正是史蒂夫的同事 他收到那封伪造信件之后 想来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当然现在史蒂夫已经不在了 小镇的另一位警察受到求助 一边邀请他入住小镇 一边闲聊起镇上的事事 他说警察小哥最近刚跟小花结婚 还说镇上有夫妻 刚升了一对双胞胎 他认为同事一定会喜欢这座小镇的 因为这里从没有发生过犯罪 这是一处明显的讽刺 因为他们并非是不曾犯罪 只是自认为做过的事情 不算犯罪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这处结尾的作用呢 应该是为小镇再次凑起436人 我们回想一下 史蒂夫刚入住小镇的时候呢 主持人奶奶就自愿牺牲 当时人口是436 而警察小哥的同事 史蒂夫和女孩死后 人口变成了433 最近有夫妻刚升下一对双胞胎 变成了435 再加上史蒂夫的同事 正好凑起436 可能片中小镇确实被未知的力量控制着 他不光会杀死逃亡的人 当小镇人口少于436时呢 还会自动匹配给他们送去新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